村委当卖土地19亿 怒鸣烧场 3000景镇压 YouTube上流传的影片中 只见大批武警全副武装 进入广东省中山市 东深圳的益龙村 当地的小懒精锐工业园区 前天惊爆大规模景民冲突 中国茉莉花革命 发起组织表示 数千村民已因不满村委会 私下将12.8亩土地 卖给开发商 涉及金额近19亿台币 但村民一分钱都没分到 几个月来天天守在工业地 判讨回公道 前天早上当局出动3000名 武警镇压 见人就打 见车就砸 扔到河里去 村民投擲汽油弹 和煤气罐还击 部分民宅着火 两间工厂被烧掉 十多名警员被烧伤 更有消息指 警方逐户把年轻男村民带走 这起冲突 共造成警民多人受伤 传闻一龙村村长死亡 但当地公安否认 病指事件是少数村民 给予私利 说使村民打砸抢烧 警方已代理主邪 据了解 当地昨天已恢复平静 但大批武警入业后 仍严加戒备 动新闻综合报导